有朋友肯定说 瑞和你怎么救头聊 你太丑了 我丑我的 您好看不就行了吗 今天咱们聊的是历史上的马超 就不想杀曹操 有朋友说你这上来就胡扯 马超对曹操那是口吐芬芳妙语连出 都素质四连了 曹贼奸贼恶贼逆贼 他都不想杀曹操 那是电视剧 那马超就大骂道 曹贼 七一军网上 罪不容忠 害我腹地 不供待天之仇 武当活捉 生蛋煮肉 那是小说 说得太啰嗦 咱赶紧讲历史 咱就别说三国演义了 易中天老师都说了 三国演义那是 历史上曹操说过 马而不死 物无造地 意思就是承认 马超是非常有军事眼光的 如果含碎用了马超的计划 那曹操就很难打赢了 我们来看看马超的计划是什么 如果我们守在渥义河北岸 不出二十天 敌人就会梁进退兵 有朋友说那时候杜姬 正治理河东 梁势充足 曹操不会梁进退兵 但其实曹操顾虑的并不是梁草的问题 曹操是内部政局部门 四处都有人叛乱 曹操就不能出征太久啊 不管怎么说呢 马超的目的就是让曹操退兵 并不是想要杀死曹操 道理很简单 马超起兵不是为了替父报仇 他全家现在正在曹操手里还没死 马超起兵呢 是害怕曹操吞并自己的势力 其实只要您看了我之前的视频 这些就不难理解 马超的结局一共有三种 第一 马超杀死曹操 那么曹批一定会杀掉马超的全家 那第二反过来了 曹操如果打垮了马超 那马超对曹操也就再无威胁了 那人质也就没有用了 曹操随时可以杀马超的全家 这都是坏结局啊 第三条路 就是马超打退了曹操 让你知道我马超不好惹 我继续维持我割据一方的状态 这样曹操为了安抚马超 也就不敢杀马超的家里 也就是说呀 就是回到过去战争前的状态 马超继续割据 曹操继续忌惮惮马超 继续养着马疼的全家 这其实也是我们一般人的思路 一旦发生个什么事情 我们最先想到是 恢复事情发生前的状态 之前过得挺好的 赶快平息这件事情 马超没想到 这件事情就这么严重 你死我活呀 第三条路就是马超所希望 所以马超一开始 就是奔着这个第三个结局去的 回到之前的状态 哎呀 太奇怪了这个观点啊 你有没有其他的佐证 有啊 咱们看这个夺船必见那场战斗 曹操身边只有许楚张和和百名虎士 百余名虎士 船弓都被射死了 那许楚的虎士 那就是保护曹操安全的人 都要抢曹操的船逃命了 你看这时候 那都是什么样一个危机的状态 曹操呢 却安然无恙 你想马超有一万多人射箭 马超他是不是放水了 就更别说 马超带领的是 一万多擅射的西凉兵了 那就是一万多个瑞哥 也能把这一百多人射死吧 许楚的马鞍子就那么管用了 所以马超是放水了的 不想杀死曹操 还有啊 马超总是想着和谈 为什么呢 就是想回到过去他割据的状态 还有马超总想趁着和谈的时候 要生擒曹操 用六虎米的袋子 当作曹操来练习 你想这难度多大呀 你藏的暗器 把曹操杀掉不是简单一点 你费那劲干嘛呀 你想想他费这劲干嘛 换他父亲和全家二百余口的性命 所以呢 马超的目的就是让曹操退兵 自己继续割据 马超想活捉曹操 也就是想让自己的和谈 多一点砝码 马超其实不敢杀死曹操 因为曹操手上有他父亲和全家人的命 你再想想曹操的态度 马超的骑兵来了一万多人 他还安稳的坐在胡床上 还敢亲自去隔着障碍物和谈 太浪了啊 有恃无恐啊 他就知道马超就不敢对自己放冷箭 近身呢 他更不怕了 咱有许楚呢 许楚专业的近身搏斗专家 还打不过你马超 如果你想要没有这个人质的话 朋友们 马超完全可以毫无顾忌的杀死曹操 那曹操也不敢这么浪了 是吧 然后一边看着中原大乱 一边继续割据 反观韩碎 他放弃了马超提出的 逼迫曹操撤军的计划 就是为了让马超再次半渡而进 这就是斩首行动啊 摆明了 就是想把曹操弄死 扰乱天下 自己获取更多的礼物 韩碎的子孙 那也有在曹操手上当人质的 但人家儿孙若不在乎 真乃汉末之鱼工啊 子子孙孙无穷愧 韩碎的儿孙 是他自己送去当人质的 马超这边的人质 是他父亲马腾 自己非要去的 你这么一对比 你相信 韩碎那才是 那个最狠 最冷血的人啊 历史上记载 马超思念自己死去的亲人 是垂胸吐血 过年都高兴不起来 他是有亲存观念的 只是很可惜 他的第三条路破灭了 他走上了第二条路 就是他被曹操打败了 曹操觉得他 再无威胁的时候 也就不需要谈判了 那还留着马腾全家干什么呢 于是就把他全家二百余口 全部杀掉 有朋友说不对啊 只有一个漏洞 你看 马超是不是卷土重来了 他为什么 又卷土重来 卷土重来的时候 围攻继承 在这期间 曹操才杀了他全家二百余口 为什么呢 马超还要接着干呢 他就是想让曹操证明 自己尚有余有啊 我还是有能力割据的 不要小看我 不要碰我的家人 我还是能称霸一方的 只有我自己做大做强 你曹操才有忌惮 他还是想回到当初他割据的状态 所以马超的思路是一致的 你想 马超在公元二百一十年的时候 才三十多岁 就已经在西凉 关中一代的 包括在强人和敌人心中 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物 非常有威信 为什么他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他又能有取得这样的威名 他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 一定他做了很多的努力 打了多少胜仗 但是没有被历史记载下 三国志就是这样一个史书 陈寿这个人是堪称粮食 他就是觉得不太可信的东西 他就不记是吧 这怎么说呢 就造成曹费东吴的史料特别详尽 而蜀汉还有其他的地方军阀 包括袁术 袁绍手下的这些人 记载非常简略 就马超和马腾这些人 记载他们的主要事情 都是和中原这些军阀 比如曹操刘备有关的事情 他们自己在关中 在梁州怎么发展的 不记 一件事就没写 让你就觉得 好像是他是 他的这个地位是凭空而来的 好像他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 打了两场仗 一直同关之战 被曹操打败了 后来呢 卷土重来 又被杨复给打败了 哎呀 两场败仗 根本就不算明讲 我们有这样的错觉 是因为史料是给我们这样的信息 他是有响有略的 马超的战绩 略写了 马超的败绩给你放大了 举个什么例子 其实我经常说 三国志写的都是真话 但是他看起来就那么假 都是真话还能变假 比如说 瑞哥这人特别喜欢吃面条 但是有一次啊 记者来了 看见瑞哥正在吃蛋炒饭 其实我这辈子就吃了那么一回蛋炒饭 然后记者写上报 我看到瑞哥早晨在吃蛋炒饭 这条被记录下来了 我吃面条没有人记得 所以说后事研究这段史料 你看啊 瑞哥这个人有个特点 就是来吃蛋炒饭 是事实吗 我确实在那天吃蛋炒饭 后边可能以后有人给我设计形象 画我的时候就画我 在端着一个蛋炒饭 这是标志性的这个物件 他最爱吃蛋炒饭 其实是吗 是我那天是吃蛋炒饭的 但是客观吗 不客观 我一直都爱吃面条 马超啊 马超也是这个情况 马超也是这个情况 你看见的是他在打败仗 打胜仗的时候 人家没血 你说气人不气人 所以说你说马超算不算名将 绝对算是名将 如果他不是名将 那高干这种啊 文武双全的一世之雄 怎么就那么轻易的一战就投降了呢 总结一下 就是说马超这个人的战斗力是相当强悍的 名声也是非常大的 马超这个人在道德方面确实不怎么样 但是我们要了解 这一切都是事出有因 因为就自于他当时来说 做出那个决策一点都不让人意外 他不像我们是事后主的一样 他那是现在进行时 他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决策都能正确 他选择起兵 并不是说放弃了家人 而是想逼退曹操 回到原来割据的状态 让曹操像以前一样 善待他的家人 热章 了解 他 Flute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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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